小客車載或卡車 魚罐開進開出 人們或提袋子或搬紙箱 一個接一個乖乖排隊 Pray for Turkey 臺灣人民不只喊口號 更直接化作實際行動 因為正在捐贈物資量 遠遠超乎預期 土耳其駐台辦公室宣布 提前在十一號傍晚五點截止收件 如果是網購 則以郵戳或快遞 寄件時間為準 真的喔 真的喔 那還好我來了 會會會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喔 真的嗎 喔 好險我沒有趕到 我知道喔 打電話問過 所以就知道是還趕到 對對對 就怕趕不上提早截止的捐贈期限 有的人甚至穿著外送服 急急忙忙就趕到現場 愛心物資對得像小山高 其中小朋友尿布 女性用品最常見 毛毯保暖衣物也是大宗 因為知道他們那邊很冷喔 睡袋 毛毯 浴寒的外套 那邊這邊是特別多 最少啦 最少在五千箱 應該是超過啦 應該是到明天凌晨吧 十五號我們就要完成了 慈濟動員一千三百名志工 截止收件後還得將物資 依序分類貼上標籤 就希望能趕在四天時間裡 將物資用最快速度送到土耳其 衛福部土耳其正在專案短短四天 也接獲超過兩億七千萬捐款 全台民眾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用愛心陪伴土耳其災民 渡過難關 近新聞乾明星 徐衛成長報導 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